醫生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像皮膚癌是有分人種嘛 容易得的 就是高危險群 是不是有分人種 對 其實全世界的皮膚癌 最高的比例就是美國跟澳洲 澳洲都是白云 對 中午都在那邊這樣子 他們就是狂曬 所以他們現在學校還很可愛 他們還會發那個 防曬給他們 小學生 還會告訴他們時間到要差 就是他們開始發現說 為什麼我們皮膚癌的比例那麼高 而且像癌裡面 皮膚癌裡面最兇猛的叫 大家不要想說 皮膚癌都是老人的專利 其實有二十幾歲 就有黑色素皮膚癌的這個一個情形 所以其實曬太陽跟人種還是有關 白種人一定是冠軍 因為他們最沒有保護力 那不是說 比較黑膚色的就比較沒有 他只是比較少一點 那白種人是 不管是黑色素細胞癌 磷狀細胞癌 一堆 唸一堆 唸一長串 全部都是他們是 最容易得到的一個族群這樣子 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比較健康一點就是 其實紫外線也真的很恐怖 很可怕 那為什麼還會有良性的 有啊 就是所謂老人班 曬班這些 你去曬以後 就是會跑出來這些東西 違章見竹這樣 違章見竹 適度的把他們拆除這樣 OK 醫生那回到我們剛剛講說很多 因為真的很多人像我一樣愛曬燈 比較快 那個有什麼危險性嗎 其實就是累積的劑量 然後如果說真的 你想要曬出一些小麥色或什麼 現在助曬劑 仿曬劑 甚至有一些暫時性的 它非常快就可以達到你要的膚色 又不會有那個紫外線造成的 紫外線短期 長期的一個負擔 那個是比較好的選擇 對 因為你一直去曬 其實他們有研究過 一個禮拜 他有統計喔 一個禮拜去曬兩次那個助曬燈的 曬不知道多久之後 它皮膚來的風險會 比別人高一倍 妳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這是好害怕 我還想看妳看很久耶 還好我一個月只曬到一次 可是我又有聽說過就是 助曬燈 其實它的紫外線 是有經過一些處理的 所以不會像陽光這麼的強 我有聽說過這樣的說法 是真的嗎 但還是跟累積劑量有關係 OK 對 所以不是 我們今天不是告訴大家說 大家都不能出門 都要住在山洞裡面 沒有 所以你還是可以出門 但是要用多管齊下 注意時間啊 你10點到2點 這個最熱的時間 不要出去太久 然後你可以用一些帽子 寬邊的帽子 最好是墨西哥帽那種 越寬越好 如果你只戴那種 像郭台銘戴的那個 還是一樣沒有用 就是這邊都 這邊還是會 半久沒有用 對 要寬邊的 然後有撐傘 有各式各樣 像現在大家戴口罩 口罩有80%的效果 對 也都可以 用各式各樣的方法 來去保護妳的皮膚這樣 了解 這樣丁莉姐 以後去海邊 還要不要擦防曬油 會 我會買那個衣服 把我的小子連手指頭 跟腳指都包起來 對 好帥 對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確定 能夠 能夠兩個小時把他們照回來 連摳回來都很困難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 那就用多一點物理防曬 就講到這個 孕婦是不是有孕婦專用的 她是不是不能用一般的防曬 孕婦體質比較敏感一點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用氧化氫 或是二氧化鈦 它是屬於一個折射型的 一個反射型的一個防曬 就不會產生熱 就比較安全一點 OK 那我了解 其實防曬真的很重要 不是說會曬 有想曬黑 或是怎麼樣的狀況 是有時候可能會曬出病來 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謝謝大家的分享 希望大家都有個開心 想黑就黑 想白就白的夏天囉 喜歡我們的節目 還可以在哪裡看到呢